2月9日,因为52只北极熊入侵 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新利群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从去年12月以来,北极熊会定机造访人类定居点 北极熊不怕人,也不怕汽车鸣笛声 部分北极熊表现出攻击性 当地不少居民为了安全,不敢轻易出门 选择待在家里 因为俄罗斯将北极熊念为兵威物种 所以禁止猎杀北极熊 当地警察尝试过多种方式驱赶北极熊 但是基本没什么效果 2月10日,北京房山区周口店,民警接到报警电话,称有名男子被困在野山上了 民警消防员,房山南天救援队赶到现场,引救被困男子 后来才知道,这名男子大年三十来爬野山,一不小心摔下悬崖 这一困97天,直到大年初六被人发现 男子身上穿着一件老式的军大衣 在男子滚下山的时候起到了保护作用 晚上天气冷的时候还有保暖作用 当天晚上9点,被困男子被安全护送到山下 山下的120急救人员随即将被困男子送到医院 近日,美国逃生大学校警发布了一个寻人启示 在寻找途中,这位50岁左右的亚役女子 据悉,这名女子曾在校园内多次询问女学生 并展示自己儿子的照片给她们看 问她们愿不愿意和自己儿子约会 因此,这名女子遭到多名学生投诉 校方表示,找到这名女子是希望能劝说她停止这种行为 女子并不会面临罪名指控 2月8日,广西青州,山南湾出现了一群中华白海豚 当天有不少游客坐船出海去寻找中华白海豚 中华白海豚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素有水上大熊猫之称 国外一位网友说 邻居的科基总是跑到她家这边骑她家的马 祝君到了中午的提升洗脑环节 今年收了1200的压税钱 然后妈妈用她的身份证办理一张卡把钱存进去了 密码就是我的生日 我仔细一想 之前QQ要实名认证才能收红包 我就用我妈妈的身份证办了 总觉得拿你不太对 认真想了想 我想知道你什么时候过生日 到时候可以祝你生日快乐